朋友们,大家好,又见面啦,我是山,今天呢,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话题,一种比较特别的工作,是什么呢?一起去看看吧! 好,今天要跟大家讲一讲,这个,能看到吗? 这个人,他挑着很大量包东西,这种职业呢,在我的城市,叫棒棒,或者叫棒棒军,我住在重庆,重庆有两条很大的江,交汇,有两条很大的江,交汇在重庆, 好,我给你们看一下,看,这边是一条江,这边是一条江,他们在这里交汇,交汇,这是重庆的朝天门,朝天门,看到了吗? 对,这是朝天门,那,因为这样特别的地理环境呢,重庆在很早以前,它的水上运输就很发达,水,哗啦啦啦,水,很多东西都要靠水运运过来, 比如说,有些食物,还有一些用品,都要从水上运过来,好,你看一下,以前,这是很久以前的重庆,重庆,看,对,这里有,嗯,这里有船,船上面有货,这是重庆以前的房子,很老的房子, 嗯,这是很老的,掉脚楼,很老的房子,那么,要把这些船上的东西,要运到上面去呢,就需要有人,有人去扛上去,扛上去,好,那,在这种情况下,就产生了这样一个职业,叫做棒棒,或者叫棒棒军, 那这个棒棒呢,嗯,我们能看到这个图片里面,他手里这一根,他肩膀上这一根,这个东西叫棒棒,它是一根棍子,对吧,一根棒棒,嗯,它是那根棒棒,但是呢,我们因为,因为这些人是做这个工作的,所以我们后来也把他们叫做棒棒,这些人也叫棒棒,对,他们是去挑东西, 扛东西,帮别人搬运的人,叫棒棒,好,那我们来了解一下,棒棒的历史,我查了一下,大概从,嗯,18,嗯,几几年开始,就有了棒棒,这个行业,好,从那开始呢,就慢慢慢慢的,棒棒就越来越多,嗯,我们说一个人呢,我们叫他棒棒,如果很多很多的人, 两个,三个,三个,四个,五个,六个,七个,很多很多的棒棒呢,我们就叫棒棒君,棒棒君,好,因为我住在重庆,重庆是一座山城,有很多的山,不平,不平,是这样高低起伏的,高低起伏的,所以叫山城重庆, 那在重庆的这些,这些搬运东西的人,你看,他们要爬这个,爬这个楼梯爬上去,嗯,他们呢,叫做山城棒棒君,山城棒棒君,好,从188几年开始,就有了山城棒棒君, 那在198几年到199几年之,这个时间之内呢,棒棒就最,达到了最多的人数,嗯,18,哦,不对,198几年到199几年,对,棒棒的人数,达到了最多,嗯,最多, 那时候,朝天门码头,非常的繁忙,每天有很多的船,嗡嗡嗡嗡,有很多货需要从码头上搬运到其他地方去,或者,有很多人买了很重的东西,朝天门码头,嗯,有很大的一个市场,他们要买很多大包的东西,拿不动,所以就会叫棒棒棒,好,那我们刚刚讲到了,朝天门, 后来它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有卖很多东西的 有买衣服的 还有卖其他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有些人来这里买很多 他们扛不动 扛不动 所以就需要棒棒 需要棒棒来帮他们搬运 搬运货物 所以在1980年到1990年这个时候呢 很多很多棒棒 棒棒最多的时候 在1997年 1997年的时候 重庆拍了一部电视剧 电视剧 这是电视 在电视上播放的电视剧 叫做山城棒棒军 山城棒棒军 对 这部电视剧当时很火 很火 我看了很多遍 比较很好看 我觉得很好看 这部电视剧呢 就是讲了棒棒 讲了90年代 棒棒他们在重庆 在这个朝天门码头的一些故事 非常的真实 比较真实 也很好看 我觉得很好看 好 这就是在191980年到1990年之间 好 那到现在呢 2023年呢 棒棒就变少了很多 很少有棒棒了 如果你来重庆 你去朝天门码头 或者朝天门广场 能看到一些棒棒 但是不多了 但是不多了 没有那么多了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的发展 然后有很多机器 机器可以把那些货物这样 货物搬到其他地方 就不需要 不需要棒棒来扛了 他们可以用 比如说用一些吊车 把他们弄走 或者有一些车 有一些车 可以用车把他们运走 就不需要人去做这个工作了 好 所以现在的棒棒呢 越来越少了 那还想说一下 其实棒棒呢 因为他是做劳动工作的 他们是用他们的力气 对 他们是在用他们的力气赚钱 所以他们的钱 他们的钱收入不高 收入不高 在可能一九九几年的时候 帮别人扛东西 一次可以拿到可能几块钱 几块钱 很少 现在呢 可能搬一次东西 可能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 反正几十块钱 就可以帮别人搬东西 所以他们一直以来 就是比较底层的 劳动人民的生活 对 他们就是比较底层的劳动人民 那我们说完了 棒棒的一个时间的发展 还有他们的收入 那我还看到有一些棒棒 他们其实非常的优秀 很厉害 有的棒棒呢 他们可能白天工作就去扛东西 晚上有的棒棒会写诗 对很有才华 他写诗 然后发表到报纸上 报纸上 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作者 还有的棒棒呢 去给别人当模特 模特 模特 他们要画 他们要画模特 画 画模特 他去当模特 有一个棒棒呢 很有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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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有名的一个模特 棒棒 那我还读到一个 有一个棒棒呢 他后来还当了老板 当了老板 开了一家很大的公司 他的公司呢 就是让其他的棒棒们 统一起来 把他们统一起来 然后给客人提供服务 他们的收费都有标准 不是随便收费的 他们比较规范化 所以呢 其实棒棒他们 本身是一个比较 比较辛苦的工作 但是呢 大多数的棒棒 还是非常努力的在工作 然后有的呢 还同时在继续着他们的梦想 对 他们去完成了他们的梦想 比如说当作者 或者当模特 或者开公司 好 这就是关于重庆棒棒的故事 你们也可以啊 我们也可以说叫 三成棒棒军 好了 这就是关于 三成棒棒军的话题 你对他们感兴趣吗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三成棒棒军 那你对这个职业 这群人 有一些什么想法吗 可以留言告诉我 好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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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